疫情升溫了 現在過年圍爐也要分流 桃園市有一戶蔡姓家族 因為94歲的阿嬤初期生日 家族成員初五或初六 都會相約回家圍爐 但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縮小規模 只剩十來一個人 另外在桃園龍鳳里里長家族 也取消圍爐宴 改從初一開始各家分流 每天午晚餐 都有一家人陪阿公阿嬤一起圍爐 過年全家大合照 不過這只是桃園市龍鳳里里長 黃姓家族的部分成員 今年受到疫情影響 里長家族過年的團圓飯 必須分流 昨天大家也開會討論 那今年的圍爐 可能會呈現各個家庭 回來陪爸爸 過年的這樣的方式 做分流的一個處理 然後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總共五天 那十個中午跟晚上 這樣十個時段的一個方式 那每一個家族選擇一天 回來陪爸爸過年 不管是在外聚餐或在家伴桌 里長家族十個兄弟姐妹 除夕圍爐就會聚集六七十人 眼看疫情拉緊報 全家商議後決定 過年期間改為輪流回家 跟高齡九十歲的老爸爸圍爐 不僅里長家圍爐分流 大家族的年夜飯也想辦法 要將人數降到最低 今年也已經訂完了 本來也是要到餐廳聚餐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後來長輩就決定全部取消 然後我們會改成 用一人一菜的方式 去在家裡簡單聚餐 所以可能剩下 只剩下十幾個人 以往年夜飯洗開五六桌 今年確定一桌搞定 原來菜家的阿公跟阿嬤 今年也都九十好幾 雖然子孫開支善業 共有四五十人 但為了老人家健康著想 還有避免防疫缺口 今年的團圓飯就一切從檢 記者謝祥林 桃園報導